这样可以吗 对对对 专注着按摩监警 盲人重建院的学员们 来到台北慈激院进行实习 在他们用心的这个按摩之后呢 有进步很多 平时盲于医疗业务 许多医事人员都有监警酸痛的问题 也特别前来让学员们服务 我很感恩盲人重建院 在社会上所做的工作 他们让四丈的同学们呢 能够在生活上自我照顾 同时也能够有一技之长 我觉得这个意义是非常重大 今天来为我们的医护同仁抒 我相信医护同仁也很感恩 真的就像一家人一样 大家都可以发挥良能 他被慈激医院与盲人重建院合作 提供学员进入职场前的实习机会 希望他们能够从中累积经验 让未来重返社会能更顺利 把他们之前学的东西 把它应用上来 让他们知道说外面的客人的形态 是需要客制化的服务 他们真的在职场上的时候 他们会对这样子的客人 比较不由恐惧的感觉 学员赖衍伦大学二年级时 发现青光眼 视力急速退化几乎看不见 在盲人重建院学习 透过这次的服务 对于按摩技巧更有心得 我们接触不同的人群 然后按不同人的身体 还有他的皮肤 我们手指或是手的感觉 的灵敏度都会加强很多 那对于我们之后 踏入职场也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盲人重建学院 发挥专场 替新劳的医护人员输压 让他们能够精神饱满地回到职场 守护更多患者的健康 大爱新闻黄线 郭嘉旭台北新店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